大门口两个警卫站 港蓝车蓝人把关检查 高雄中油大林厂借被森严 但现在却传出有居隔员工 私自偷跑外出购物 出丢担心 我也会担心 就害怕被感染到 附近商家会担心不是没理由 就怕疫情从厂内向外扩散 因为自从大林炼油厂 爆出三名员工确诊后 为了不影响国内供油量 只停工炼制四组 第十二针六厂确诊三人 等到一班 其他三班团进团出 下班搭交通车到宿舍居家隔离 其余接触更少的中油员工 只要加强自主健康管理 团进团出那些我是不知道 可是一般的他们如果没有 还是有人会出来买东西 这不是应该要进入 应该不要让人治愈 应该是要 对啊 因为我们里面都没有消毒 要维系整个厂区运作的前例之下 是由中油这边自行安排 适合隔离的空间 那我们这边进行辅导 那中油这边进行隔离 虽然中油全厂加外包商 3315人 第一次PCR都是隐性 但隔离政策疑似 出现漏洞 是否却无法接管防疫 也让附近店家人人自危 环境新闻 林文凯 白云飞高中报道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 周六 晚间九点 我在环宇全世界 2.0全行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环宇新闻台 2.0全世界